起床了 刚睡醒 今天睡到了12点多 昨天晚上睡的其实并不晚 但是今天起的有点晚了 因为外面一直在下雨 听着雨声睡觉很舒服 很助眠 现在看看外面什么环境 哇 今天在这个超市 第一次见到这个皮皮侠游泳 看 哇 这有腿灯的 看 这些皮皮侠游泳都挺新鲜的 抓住这些吃的挺好 味道鲜美 这小腿 脏嘴呢 在水下脏嘴啊 这个应该是牛蛙吧 还活着吗 你不动了呢 在这边的超市门的零食 有个回小房车里边吃 骑着我的小摩托回家 我这小车真的给我带来很多的便利 诶 什么情况 刚说给我带来便利 我走了这是非机动车道 怎么走了走了 走到草丛了 这是要干嘛 这是逼我下这个机动车道啊 看到没 走吧 我路远的这边没有人 看到没 整个街道没有人 非常安静 骑着车很凉快这天 停车回家 刚刚回到家 每次回到家 我的金发女神呢 特别的欢迎我 特别开心 谢谢啊 好了 嗯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好了 完了 现在大家着急了 着急了 嗯 好了好了 今天买了点水果 桃子和西果 还有葡萄 呃 还有储存了一包方便面 留着以后备用 因为昨天呢 特别饿 然后 车里没吃的 最后煮的那个逛面 吃了点牛肉酱 对付了一口 车里边有小药 小虫子 看到没 目前还在这边等快递 最近呢 也没怎么出去玩 因为前两天一直下雨 这两天准备出去逛一逛 顺便等快递 我那个 卫生间天窗不是坏了吗 之前说 我这个卫生间天窗 这个这个杆 之前有个旋钮 就是可以拧开的 打开这个天窗的 那已经坏了 然后 目前在等那个厂家给我寄新的配件 然后 今天才接到电话 说忘记了 我去 我在这边等了好几天 告诉我忘记了 重新等 今天给我发的顺风 估计还有三天才能到 另外我这个车的名牌啊 这个底盘的名牌给我弄错了 我这车是四座的看到没 四座 前面两个座 后面两个座 然后呢 给我打的那个车辆的那个铝的名牌啊 打上了六座的 我也是服了 然后我跟那房产厂说了 他们说联系那个底盘厂家 再重新给我弄一下 这车里啊 有这个置物价啊 立马感觉整洁了啊 真好啊 把天窗打开了 透透气 车里边挺潮的 现在车里边温度21.8 然后湿度是72 昨天下雨的时候湿度是90几 加你100 我去那是太潮了 车里边一股潮水的味道 看一下窝室的这个温度啊 21.7 湿度也是72 差不多 刚刚买的酸奶撒了 撒到雨伞上了 结果在这晾一下吧 吃了一半西瓜 这个臭肉在我家底下放了个屁 特别臭 而且一点声音没有 我也是醉了啊 正在给电名车充电 养成好习惯 每天充电 刚才发了一下我那个包里边 找到一个这个东西 是去年给小小打的那个疫苗啊 那个证书吧算是 成物健康免疫症啊 然后上面有记载这个达成的时间 请教一下大家 就是这个 这不是宠物证吧 小小今年已经是几岁了 我看啊 五岁多了吧 五岁多了对 但是还没给他办过宠物证 我也不知道这个在哪能办 然后这个办宠物证是多少钱啊 都不清楚 在网上查了一下 反正说什么都有 有免费的有几百块钱的 然后具体也不知道在哪办 车里的温度有点低啊 在这能能叫 因为我们老家那边是个挺小的城市 所以也没听说附近的邻居养狗的啊 谁家办狗证了 所以我也没给小小办狗证 这么多年 但是我考虑到 我毕竟全国旅行嘛 万有的地方比较严格是吧 不带狗证 不行怎么办 不是很麻烦嘛 所以 看看吧 最近办了狗证 但现在很麻烦一点就是 我是外地的是吧 比如说我现在在成都 那我是外地的户口 能在成都给小小办狗证吗 还不清楚 回头还得仔细查查 这个事必须得提升日程 我看看吧 我这两天带小小洗个澡 然后 顺便问问重电吧 重电应该知道 好了 去叫个小小 一会儿带小小上个厕所 因为今天为了他点哈密瓜 还有那个西瓜